在今天白天啊 太平洋高压的笼罩 这各地的温度依然是偏高 但最高温的地方 可就在台东的大午了 今天的温度可是达到了 37.8度了 这样的温度之下 你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要不然很容易中暑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了 当高压势力是偏强的时候 我们各地可就天气晴朗 连午后真雨呢都不会下 明天依然是一个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你户外活动 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还有一点八点钟以后出门啊 可就记得要防晒工作不能少 要不然啊皮肤15分钟 可就会晒伤呢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太平洋高压势力略微的减弱了 所以呢你周休假期出去游玩 在山区的部分就会有些 sapaho出现 山区有sapaho 下午在山区爬山可就要注意了 但是到了下礼拜一 一直到下周四 太平洋高压再减弱 相对的西半部地区都会有午后真雨出现 可是闷热的感觉相对的就很明显 提醒您 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 小心别中暑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封面云带已经移到了长江流域了 这代表长江流域的梅雨期 已经正式的展开 而在我们台湾的梅雨季呢 也就已经结束了 太平洋高压可以看到 这个东方的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 笼罩之下各地可都是天气晴朗 到了周休假期 高压略微的减弱 山区的部分的午后震雨 在六日两天才会开始增多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舒适 但是白天高温 北部在台北市35度 中部34 南部33度 全台湾天气晴朗 外岛地区也都是一个晴朗而高温的好天气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注意 一个白天阳光强 防晒工作不能少 还有中午的天气炎热 户外活动 记得多喝水